涌现出游潮 花莲海洋公园 入园的人数来到了6000人 人潮满满 宜兰传艺中心也播放多让 有游客怕塞车 清晨5点就出发了 而中部的高山景点也非常的夯 2000名游客想取得最佳的赏月位置 决定在山上露营 营区一味难求 另外在南投清静也大爆满 游客数突破5000人 花莲海洋公园海市表演秀 观众席满满都是人 看完表演天气晴朗炎热 小朋友还可以玩玩水 海洋公园统计中秋连假第二天 入园的人数来到6000人 相当热闹 邻近的宜兰传艺园区也不遑多 让一早就涌进破千名的游客 室内室外人潮满满 有人一大早就出发看表演 台中的东市则是有超过500人 习家带卷到户外骑自行车 会累但是也是会很高兴 就是如果气完的话会很有成就感 当然小孩沿着自行车道前进 呼吸新鲜空气 顺便把吃太多的烤肉消化一下 大家好 冬秋团圆嘛 然后也可以三代同堂一起来 大家一起来运动这样子 高山景点凉爽又舒适 也吸引大批游客 台中福叉山农场有2000多人来采点 露营区全满一味难求 很漂亮 昨天都是满天星空 然后月亮又圆又大 南投的清净农场游客也是大爆满 绵羊秀马术秀座无虚席 对啊 天气很好 然后温度也很适合 放眼望去 不只舞台前被挤爆 山坡上的人也是密密麻麻 农场统计游客数破5000人 三天廉假民众把握时间出门走走 各地景点也纷纷涌现出游潮 节中部综合报道